今天就来这个沼葬 我都出国了 已经好好了 本说 还得扫掉我呢 阿里啊 这看着可太好了 早上吃这个食欲不太好 顾上能吃完 估计得剩点 这个还不是东北的油饼 这个是煎饼 哎呀 又来了个猪耳朵的 嘿 烫屁股坐这台阶上 看着很棒是吧 羊这条现在都热了 已经不像样了 哦 嗯 这猪肘的猪耳朵卷饼 里边有点葱跟蒜 太刺大哥了 外面那种粗凉的煎饼的感觉 就是软软糯糯的 能看到吗 还很香 还有点猪耳朵脆的 确实挺好吃 太香了不行了 吃饱了 就是我没有吃饱了 但是吧 我香迷路了 太香了呀 只要吃不进去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 这时候做盖子 我现在想吃点大饼 就这八辣饼 你把我吃 吃到不行了 嗯 猪耳朵的饼得吃了 是不是 得吃个猪耳朵 哎 猪耳朵啊 猪耳朵 完了 这饼让我媳妇想懂的 她想走了 不给我吃了 看 这人还有什么 好吃的好玩的 别忘了告诉我 我去拍好吧 再见了 早饭 在这楼边顶不住 香米油味